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疫情影响面临困境 从2016年的21家到现在仅剩不到10家 台北市观传局串联业者 在台北花节期间共推出16场演出 让在地乐团持续有舞台展现 Live House一向都是台湾知名歌手的一个孵化地 那它这几年受了疫情 那可能有一些人已经许久没有进去Live House 那这一次我们的花的活动 那它就结合这样繁花盛开的春天 那就也以行动来支持Live House的音乐 那在这个部分从今天开始3月17日 一直到4月19号 其实我们有16场非常精彩的Live House的表演 甚至在4月7号 那个水源 台大水源那边有一场免费的 那实际上音乐文化在台北 其实是非常多元 也非常精彩 那很多的独立乐团表演非常好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 其实我们是希望 这一次的活动算抛砖引玉 让大家利用这么好的时光 以行动来支持这样的音乐活动 其实在未来台北市政府 我们也会透过 我们像譬如说现在国境都开了 其实他们Live House的表演 是很多国际友人非常喜欢的 所以也是我们相对 是我们在集合我们的夜间经济 跟夜间活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key point 所以在Live House 我们希望它更茁壮 那它也能够在这些独立乐团 他们从一开始 然后最后能够在国际知名 这个大概是我们希望 就是不管是赞助单位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 我们都很期待这样的好画面 而且能够很快就被看到 这场音乐派对从17号开始 一直到4月9号 阵容包括饶舌歌手老莫 粉红恋人 陈竹生等 台北音乐不断电原创音乐征选的 优胜团队桑尼 旅人 何人 也共同组曲编排演出 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在台北经过我们的公务局 或者我们的产业局 在这几年其实种了非常多的花 今年因为台湾的天气特别好 大家就更感受到说 其实真的是十年有成 这到处都是充满的花花世界 那刚刚主持人也特别讲 我们从阳明山一直到士林 到新生公园 一直到大安森林公园 或者是大学城 甚至我们的中校动路上面 现在杜鹃花也正开得非常漂亮 那有花 那实际上如果有音乐 它就相得一张 那我也知道 其实 很多人都很年轻 可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听到的 不管是民歌 或什么 都是从Live House开始 这样好像暴露了我们的年龄 那实际上音乐它本身 它就是可以在 对于我们的身心里 其实是非常 就是等于是有点是 非常的疗愈 那不同的音乐 它带给不同人 有不同的感受 那这几年的确 因为疫情 以及国境 没有办法 就是开放的状况底下 Live House 它就基本上 其实经营得非常辛苦 甚至4月7号是一个免费 不过我 其实我呼吁 我们艺文活动 其实基本上就是希望大家去感染 就一定要到Live House去亲身的 去体验 那在体验里面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行动 就是该付费 那我们来支持我们的艺文活动 在这个部分底下 那其实在市长台也一直讲 我们一直很希望台北 其实能够就是在一个音乐城市 潮流城市 因为台北成为台湾的一个 我们讲的是首都 在这首都里面 曾经也讲 我们不管在艺讯文化 还有很多的建设上面 甚至智慧科技 我们都应该要走在前面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 我们这一次 其实在繁花的春天里面 带来了音乐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疫情舒缓 然后春暖花开 带来了更多国外的旅客 因为他们非常喜欢Live House 对不对 我们最近其实台北市政府 也正在收集我们的夜经济 那在这个部分 Live House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呢 其实代表台北市政府 欢迎大家 真正走进我们的Live House 去欣赏每一场精彩的表演 台北花节已展开一连串活动 内容丰富精彩 欢迎民众赏花看表演 谢谢我们的责任 记者汪军台北报道 在带领来看 立委费洪泰 本身是统计学博士 夫人王怡欣 则是会计学教授 对数字专精的两人 深感理财的重要 因此出书 教导小朋友 要建立金钱观念 并举办亲子同乐会 邀请亲子台的大哥哥大姐姐 用活泼有趣的风势 搭配有奖真达的活动 让小朋友重想培养 对金钱的观念 进而学会理财 台上大哥哥大姐姐 以有奖真达方式 引导小朋友 回答对理财的想法 还有透过各种面额的 紫钞铜板 建立小朋友 对数字的观念 在台北大学任教的 立委费洪泰 与夫人王怡欣 一位是统计学博士 一位是会计学博士 两人深感理财观念 需要从小扎根 因此在去年出版 理财先任是前一书 建立小朋友 对金钱的观念 并且透过举办亲子活动 让大哥哥大姐姐 用寓教于乐的方式 帮助家长 带着小朋友 建立正确的理财观念 这本《理财》 先从组建开始 这是《理财》系列的第一次 这个活动 我觉得小朋友 从小养成一个观念 小朋友都很好奇 在摸索的过程里面 如果大人 包括把妈妈老师 给他适度的解说 他可能会吸收得很快 举例 你先向小朋友 如何扮演好一个 小朋友的人生导师的 一个角色 我们当时会想 其实我们在商学院 叫会计 其实在国外 他们小朋友 从很小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 而且现在 我们这个书的系列 接下来就会 叫素杆理财 就是说 比如说给他两个骰子 他一直 可能是5加27 也可能4加37 也可能6加1是老七 所以那孩子 并不是一个 背诵式的学习这个数学 那加上因为有钱的概念 他因为过年有红包 那有零用的钱 他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觉得说 是不是让现在 监设的功课 跟生活能结合 这是我们推动的重点 所以我们接下来 还要推动孩子们 比如说碳排方面 环保 因为让他生活化 他才不会觉得很辛苦 而且这样也有助于他学习 有助于他健康的概念 活动现场 市议员秦桧 以及信义区多位里长 也共享盛举 同时也吸引许多家长 带着小朋友一同参加 现场小朋友 跟着大哥哥大姐姐带动跳 参与有奖争达 热烈的气氛 也获得家长肯定 理财还蛮重要的 那我自己小时候 没有这种课 然后有这种课 我就很想要来 让小朋友了解 什么是钱 因为钱跟我们生活中 极其相关这样 我觉得还蛮活泼的 那他们会 有想要参与这样子 然后还可以有一些互动 我觉得还蛮不错 实际上他们去用数学来算这样 理财观念 从小培养 立委费洪泰 与王怡欣夫妻俩 也将持续以优质的同乐会活动 让理财也能够成为亲子教育的一部分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全民健康基金会 从2017年起 推动好健康小学堂 举办超过50场的实体课程 今年更在企业工艺的赞助下 与台北市教育局 及西美市教育局合作 深入西美市偏乡小学 让偏乡学童体验优质的课程 从小扎根健康意识 为让孩子从小建立正确的健康营养概念 全民健康基金会 从2017年起 推动好健康小学堂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教导小朋友认识身体 以及促进健康的知识 课程在2022年 获得台湾行动永续奖 与亚太区永续行动奖 双料同奖殊荣 当初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跟一般的课程其实不太一样 我们采用很多的这个 志工的专业的技术 譬如说让他们做数位化 来这边有一些实体的这个 影像的一个选动 然后来传授他们有关于肝脏的健康 那因为讲到肝脏的健康 其实年轻人谁会觉得说 这个不会痛的器官有什么好 那所以我们从他们 最基本的这个像是脂肪肝 或者是教他们说 怎么样抱抱父母就可以知道 说他们有肥胖的问题 然后让他们了解什么叫做BMI 什么叫做为长辈来量血压 那这些对于大人来讲 都是很简单的知识 但是对小朋友来讲 其实是有遥远的距离的 所以我们甚至会请 志工的老师 还有志工的妈妈们 他们来亲自 当成是他们自己的祖父母 让他们能够学习 那另外小朋友现在的环境 当然就是因为不管是 在线上线下 对于3C产品的这个使用 是非常的频繁 所以里面我们特别安排了 就是视力的保健 那让他们能够认识说 哎 怎么样的这个 阅读的习惯 跟阅读的时间 可以保护到眼睛 又可以有很好的 这个线上的学习 十场好健康小学堂活动 将在台北市 举办五场实体活动 新北市举办五场偏乡 线上课程 活动于3月18号正式起跑 今年更首度深入 新北市的偏乡国小 让偏乡学童 有机会体验优质的课程 很谢谢我们的基金会 推动了好健康小学堂 这样的活动 让孩子 偏乡的孩子 透过线上的学习 可以学习到很多 有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 那这些知识呢 除了他自己本身 可以运用以外 就像刚才科长跟局长讲的 回去可以管爸爸妈妈 提醒他们 有哪些事情要好好做 那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学习 让这些孩子成为健康的小尖兵 去照顾家人 照顾他的朋友 那这个种子在心里开始萌芽 他现在只能做一己之力 可是未来 未来他可能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就是我们的SDGS 其实我们的目标之一 就是要促进我们的健康生活和服务者 那这个其实是符合这个目的 108克缸很强调的素揚导向 其实我们这个小尖兵所教的 其实就是素揚导向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交易的活动 体制内里面 如果有体制外的资源引进来的时候 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激烈的一个影响力 全民健康基金会执行长联小金表示 若能在孩童阶段 及时建立正确的健康营养概念 注重全方位的身心健康 将来就能减少疾病问题的产生 也期望孩童不仅关心自身的健康 还能关怀家人亲友的健康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总统蔡英文 到基隆大五轮工业区参访 口罩国家队与知名的卫浴设备 并到七堵庆祭工来参拜 对于疫后经济 蔡英文表示 行政院已经编列了110亿特别预算 将协助中小企业智慧化生产升级转型 在业者的说明下 总统蔡英文查看口罩颜色 自动化印制流程还在成品上签名 在疫情即将结束之际 蔡英文特别参访基隆口罩国家队 顺义历史业 及知名卫浴设备商以太 除了肯定业者的用心 也强调政府已经编列110亿的特别预算 将协助制造业智慧化生产升级转型 协助更多企业共同面对疫后经济的挑战 为了推动2050近年转型的目标 行政院跟经济部都已经推出了相关的计划 在行政院规划的疫后的特别预算里面 那经济部也特别编列的 会投入110亿 来协助我们的制造业走向低碳化智慧化的生产 下午总统蔡英文则到七鲁信仰中心 庆祭公参拜还愿 除了感谢庙方在疫情期间积极进行社会救济的善行 蔡英文也与立法人蔡世英 及包括议长同志委在内的民进党及金融市议员座谈 对于基隆国有三破地治理及灾后诊件经费问题 蔡英文当场指示蔡世英出面协商 建立农委会与金融市政府间的沟通平台 紧速让预算到位 在整个座谈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干部反映 也有提到基隆的几个重要的问题 例如说基隆的国有土地三破地保育治理的部分 那总统刚刚有特别交代也交代四英 特别会在跟后续的农委会来做后续的沟通跟协商 对于三破地保育国有财产局跟私有土地之间的平台的沟通 以及相关的三破地的治理的预算的争取 那总统已经有交代了 那我会尽速回来跟农委会 还有未来协调基隆市政府 一起来让预算尽速到位 另外对七土休闲农业发展 及污水处理接管进度延宕 蔡英文也表示关心 我想总统非常重视我们基隆地方的农业发展 那我们七土区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休闲农场 有养鹿 然后有最有名的山药 那总统非常关心 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然后包括中央的蔡司英委员 大家一起来帮忙 让我们的休闲农业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山药可以继续推广出去 那看看农委会还有相关的部会 怎么样来帮忙 那我们地方的里长也非常关心 我们这个污水接管的问题 污水处理的接管问题 我想总统也有指示 那我们地方 我们议会所有的议员 还有七土区的议员 七土区 大家我们一起来帮忙 那希望这个污水接管的进度可以加快 离去前 蔡英文还主动走向一旁守候的民众打招呼 让民众直呼好开心 蔡英文表示 过去几年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 让季隆有很大的发展 他也期免党籍议员们未来在问证咨询 能为市民把关 让季隆整个城市发展更好 记者 张琪辰 金融报导 2 2 3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1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2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基隆捷运经费的问题 交通部次长胡湘林 特别到基隆市政府与市长谢国良进行会声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准备了基隆在地的甜点表达欢迎 会后市长谢国良也亲自说明两项结论 盖一盖万一没钱了那怎么办 那这也不是我们乐见的 我也不想在我主政这种事 居然发生 汇不出钱盖捷运这样子的一个窘境 我是说我是真的把我们的苦水讲给他听 我是真的说想盖捷运 但是怕财务真的会变成一个我们的问题点 我们听到了基隆市府对于基隆捷运所表达的一些看法 那我觉得在我们推动的有一些细节上面 可能需要让市府了解 因为这是过去好几年推动下来的一个成果 是说他现在听得懂我们的问题了 那我觉得政治也理解到这是一个合理的提出的问题 基隆市长谢国良这一次接待交通部次长胡香林 共商基隆捷运 特别准备基隆的甜点 莲珍玉泥球 三期一号千层蛋糕 以及三兄弟豆花来表达欢迎之意 陪同的还有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秘书长方定安 跟交通处长王振宏等局处首长 双方会面的气氛融洽 会后市长也亲自说明会谈的两项结论 那第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 为了希望交通部要把我们的基隆的负担的部分 跟我们的责任的部分 要尽快的确定在综合规划 让它启程开始 所以我们会密集的跟他们开会 那我们也有满满的诚意 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在这里面两个小时的讨论 都是大家很认真很务实的 在谈论很多细节的问题 那就我们会以两周围一个周期 会密集的开会 有必要的话我们就会加开 我们也希望说不要花太多时间 就能够把双方的一个合作的细节 能够敲定 本府重申 我们是绝对很希望 而且一定要把这个捷运盖起来 但是我又刚刚提到了 我们的捷运的负担的部分 很可能就随便就会超过我们的举债上限 那万一我们盖一半 钱又不够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也请行政院 帮我们想一想办法 给我们一个更完整的 更长的一个财务周期 让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的发展这个捷运 因为它所产生的一个效益 包括说土地开发的效益 长期的去好好的去有能力去负担这一条捷运 那我也要特别提到跟媒体朋友报告 他们也有认同一个概念 就是说其实他们提的很多的案例 都是直辖市的案例 那他们也承认我们是第一个 非直辖市的一个城市 要来跟他们来谈论 并且负担这个目前的一个捷运的 一个负担额跟沿线的开发 那我们只能说 今天我们有达到了这两个共识 那以上是我们针对这个基隆捷运 今天这两个小时会议下来的一个讨论 那这是第一个会议 但是不是唯一的会议 我们会以两周为周期 有必要的话会更密集 来跟他们继续讨论下去 那也希望随时都有新的进度 来跟各位媒体朋友 跟关心的市民朋友报告 市长谢国良表示 这次会面交通部已经充分了解 基隆财政总困的状况 他也强调不希望让基隆捷运破局 更希望行政院与交通部 能够多给予基隆协助 而针对监狱经费的部分 立委蔡世英提到 沿线开发的利益应该可以有效减轻 基隆市政府的负担 议长同志伟则直言 市府不应该将责任都推给中央 呼吁要提出相关的配套 中央地方共同合作 让北北极桃生活圈尽速串联 以符合民众的需求 对于基隆捷运负担经费 暴增争议 立法人蔡世英表示 3月16号行政院副院长 曾文燦有特别召开专案会议讨论 交通部次长胡湘林也曾拜访过他 蔡世英说他的立场很清楚 过去一连串的努力 让基隆捷运有重大的进展 不希望在推动过程中有人放弃 蔡世英也认为 交通部提出的沿线开发利益 应该可以有效减轻 金融市政府的负担 我的意见非常清楚 就是说整个基隆捷运 是过去一连串的努力 才能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那目前也是在做综合规划 以及在做还评的过程 那我们不希望 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人放弃了 那中央也理解到我的态度 那也期待说相关的预算的配合 不论是中央支持 或者地方支持的部分 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共同 可以达到的一个共同目标 让案子能够尽速的推动 那今天胡香凌胡正次 来到基隆跟基隆市 做的一个沟通 就是做整个工程的进度 以及预算的沟通分配的部分 那因为这整条路线 昨天交通部有公布 沿线的开发利益 也有将近五块四十几亿的用 相信未来把这些回推算入 整个基隆捷运的工程费 对于基隆市来讲 将会减轻不小的新建的负担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部分 双方应该会取得一定的共识 但不敢说第一次的讨论 就能够达到目标 但我期待 大家一起努力 让基隆捷运继续往前走 不要放弃基隆捷运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则直言 基隆市政府不应该将责任权推给中央 应该提出相关配套 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 透过捷运 紧速串联北北基陶生活圈 以符合地方民众的需求 我想我们基隆市议会 让我们所有党团的所有成员议员 都非常重视基隆捷运的发展 那我想基隆市政府不应该 把责任都推到中央 那我想中央跟地方好好的合作 这是城市整个北北基陶 共同生活圈的问题 我希望基隆市政府也拿出 相关的配套措施 跟中央好好的来合作 我想前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谈 那我最重要的是 怎么把生活圈串联起来 然后符合地方的需求 那我想希望基隆市政府 可以重视地方的声音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每年5月第一个礼拜日是世界爱笑日 今年5月7号将移师新北市 并扩大规模举办 主办单位全球爱笑瑜伽总会 以及新北市爱笑瑜伽协会 特别邀请国民阿姨王满娇 全方位艺人唐重慎担任代言人 号召民众一同参加 用笑声传递正能量 看到你们我就欢迎了 有国民阿姨称号的艺人王满娇 一出场就用充满活力元气的笑声 来响应活动 现年80岁的她 认为大笑有益身心 又能预防失智 艺人唐重慎也示范大笑瑜伽 认为不只可以减压 还能增加自信与快乐 当然有帮助 起码她的心情好 而且她的肺腹力就强 然后她不会乱想 尤其对失智跟忧郁的老人 现在这两年的疫情 还有一些退休的老人 回到家都不晓得怎么办 又不敢出去 然后又不能到处乱跑 那只有在家里就变得很忧郁 那所以你只要笑 你要想办法让他笑 不管你是作为殊女的 或者作为父母的 对你的小孩 对你的父母 你都要让他们笑 那家里就会很气氛很好 就是希望说把这个笑 提倡给全台湾的 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人 因为大家现在生活上 不管是学业 工作 家庭 人际等等 都有很大的压力 一起笑 一笑敏恩仇 好不好 我会把这个报名的资料 那个介绍给乃哥 对对对 我介绍给乃哥 那ür俣 他介绍给他 这样他以后会把 把讲脏话的力量拿来说笑话 后后哈哈 疫情解封民众终于可以脱下口罩 2023世界爱笑日 特别移试新北市 并扩大规模举办 推出第一届全民大笑比赛 以及爱笑大游行 号召民众一同参与 用爱与笑声传递温暖与欢乐 也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觀察你身邊的笑聲從哪裡來 如果那個人的笑聲非常的震撼 請你趕快拍15秒的影片給我們 我們想要選出今天 今年台灣最會笑的人 這是台灣第一屆大笑比賽 歡迎大家 獎金一萬喔 獎金一萬 愛笑一家社會推動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我希望更多人來參與 尤其我在說 我們人人看人笑聲 我們就想要笑聲 我們看人笑 我們就想要笑 希望說 大家都可以笑 尤其老大人 哇 更加應該笑 大笑不但有意身心健康 還能抗憂鬱 提高免疫力 歡迎民眾5月7號到三重體育場 與來自全台各地的校友們 一起歡慶世界愛笑日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 天使星家族基金會 每年3月的第三個禮拜六 都會推動愛奇兒家庭日 鼓勵身心障礙兒與家庭走出戶外 也邀請社會大眾為他們加油打氣 藝人郭彥均和台北市議員曾憲營也響應參與 共創友好社會氛圍 眼眶半淚 想到身心障礙兒與家庭的心酸 藝人郭彥均哽咽南彥 他代言天使星家族基金會活動 宣傳336愛奇兒家庭日 呼籲社會大眾關注 也認識這樣的家庭 然後我身上這樣抱過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感動 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的女兒幾歲開始就不會這樣抱我了 她是沒有要傷害我的 她是因為太喜歡我們 所以擁抱我們的 在我的教育過程中呢 我以前也有在學校教育書 在教室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需求的孩子 那個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人生有很多種選擇 一種選擇是你可以質疑他們 另外一種選擇是你要如何支持他們 可是你知道嗎 當我支持他們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個社會的愛是更濃厚的 然後我覺得就像岳芬姐剛剛說的 十一萬個家庭承接了我們所有的幸福 我反而覺得這是一個很感人的一件事情 燕君的行相一直很好 我覺得身為人父更有感動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們都有小孩子 對 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我們都有小孩子 我們都期望我們的小孩子有一點是會長大的 可是我們沒有想過 如果我們的小孩子如果長不大怎麼辦 這個是一件非常非常 我不知道怎麼說的事情 就像剛剛陳善往我身上抱過來的時候 你看他現在又在擁抱別人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非常真誠的 這反而是我們大人長大以後沒有的東西 但是身為真正在照顧他們的爸爸媽媽呢 我真的覺得你們非常非常偉大 而且你們的內心比我們堅強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其實我們在我們基金會裡面調查過 所有的父母90%好期待被友好 但友好用什麼方式去呈現 因為是父母在看顧這樣的孩子 或許大家焦點都在孩子的時候 然後當父母的心死的時候 其實坦白講那個動力 其實在社會跟這些孩子的動力 是有一點好像沒有辦法很直接的連結上 就在這樣的一個當中 其實當父母如果他的心被復原 他能夠跟其實父母最比較容易跟社會大眾接軌嘛 其實我時間很短暫 我很難做很多的解釋 然後我常看到在這十幾年 你們包括336 看到當這個活動 每次的互動裡面 一般的家庭跟生殖家庭 互動之後產生那個效應 我覺得是雙贏 所謂的雙贏就是說 我們有一句話 以前常講 助人為快樂之本 助人是快樂的前緣 然後當那個助是同理的 一起來互動的時候 其實坦白講那個喜樂 就從他的互動裡面去得著 我就相信愛其樂的價值 就在當我們願意的 願意付出的時候 那3月18號 我們就是希望做一個這樣的平台 健康就好像在好像在確診 但是在這個好像隔離裡面 因著我們的友好 我們把這個隔離拉開 期待這個從一個點到現在一個面 因為台北市就成為一個非常友善友好的城市 天使星家族服務身心障礙兒家庭超過20年 每年舉辦336愛奇兒家庭日 鼓勵他們勇敢走出戶外迎向健康 台北市議員曾憲營和社會局也號召大眾 為愛奇兒加油打氣 為什麼跟我比較有相關呢 因為天使星基金會 未來要在文山區 成立一個照顧型的 全天的一個照顧型的一個機構 一個地點 那麼特別照顧身心障礙的這些的家庭 讓他們有一點喘息的機會 所以呢這是一個社區型的 也就是說希望這變成一個模範點示範點 就是說社區自己 友好接納自己社區裡面的身心障礙的家庭 然後來照顧 那麼志工人力可能也從社區來 如果這個社區的模式建立的好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擴散到台北市其他的地區 讓社區接納自己社區的身心障礙的孩子也好 身心障礙的家庭也好 那我希望台北市各地都有這樣子的社區照顧 社區照顧的中心 家長願意走出來孩子才有希望 給人快樂是天使對不對 救苦救難是菩薩 所以我想不論你擔任天使或菩薩也好 但是家長其實真的要比所有更多的人都還要更勇敢 而我也深信如此 今年其實很重要我想每年都一樣 三三六對不對 對於我們而言上 每年的這個三月第三個禮拜六 其實是一個我們很重要的享樂健康奇力夠 是一個我們家長聚會的日子 怎麼樣子讓大家可以齐心向力 為我們孩子開創一片天 而這樣的事情上也不是只有單純的靠民間來做 我想我是站在社會局的立場上 怎麼樣子在社會局的角度裡面 透過公部門給予更多的支持 也讓公部門響應 然後讓這個社會的文化能夠被改變 讓這件事情可以獲得更多的肯定 其實相當的重要 所以我想響應這件事情上是絕對要做的 擔任加護病房護理師的美娟 在生下陳善之後生命變得不太一樣 儘管發現陳善悠腦發育不全 仍舊照顧她至今長成19歲的高大少年 照顧期間她也感謝走入天使新家族這個大家庭 大家可以看到她就是一個大寶寶 可是她有腦性麻痺 然後有癲癇 很嚴重的癲癇 然後情緒控管的不是很理想 她就是很開放很熱於分享的孩子 可是她就是現在是青春期 她就是有個困擾 她就看到人就很愛報報 尤其是她看到郭彥均哥哥 她每個禮拜六禮拜天都要看超級總動員 那在她的這個過程 剛開始也是否認 可是之後接受了之後 我就覺得說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把她帶大 然後讓她生長在愛的環境裡面 因為我們家是非常有愛的家庭 後來認識天使新之後 真的覺得父母要走出來 孩子才有希望 然後她又很愛做捷運 我發現她出來之後 她很愛做捷運很開心 對 然後尤其我們參加了天使新的傳奇營 還有336的活動之後 她只要說 我只要跟她說 我媽媽星期六會帶你來參加336的活動 她就很開心那一天 那幾天就會很乖 愛奇兒家庭充滿生活困難與挑戰 長期背負照顧與社會大眾眼光的壓力 容易造成身心封閉不健康 因此基金會期盼有更多人 能給這些家庭溫暖的回饋 替他們加油打氣 記者文君 台北報導 台北市公辦都更新計劃啟動 以三大家值服務 造進場 邦市算 助選屋 協助市民來推動都更程序 公司協力 共創移居城市 公辦都更申請門檻降低了 以往第一階段就需要90%的住戶 政府同意都更 但根據過往經驗非常困難 因此將第一階段門檻降低至75% 讓政府可以提早進場協助 增加市民意願 大家也知道台灣我們在地震帶上面 我們經歷過921地震 最近大家也看到土耳其的地震 所以感受到其實現在市民朋友 想要的不只是居住的舒適 更強調居住的安全 所以我想在去年 我也特別提出了相關都更的策略 當然我想最重要 我們也希望說怎麼樣能夠 加速都更的速度 所以我們這一次特別提出來 也就是包括找進場 幫市算 助選屋 三個三大加值的創新做法 能夠加速整個都市更新的速度 我們現在幾個程序的步驟裡面 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舉相關整宅的例子 包括性微整宅 舉這個例子 因為去年我也特別到性微整宅去幾次 而且今天也謝謝我們廖主委 有前來現場 特別的關心 所以我想也把這樣的一個訊息 能夠告訴大家 也就是在第一階段 我們現在公辦都更 要先調查住戶的意願 那原本公辦都更二年就是 就有的這個規定 是必須要意願達到90% 祝福90%有意願 我們才會進到下一階段 也就是下一階段 政府還有相關團隊才會進來 進行相關的評估 財務的試算 建物量體的規劃等等 但因為現在一直卡在第一關 也就很難達到90% 包括舉例性微整宅 已經非常努力了 現在達到將近81% 80.93% 已經非常不容易 但是你說要再到90% 真的就很困難 而且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問題 今天特別提出來 在第一階段 我們希望意願門檻降到75% 那這有什麼好處 大家會講 那當然可以很快的到下一階段 到下一階段 市政府我們就會結合 民間的專業技術團隊 進行相關的財務試算 建物量體的規劃 還有包括召開說明會等等 讓原本可能還在觀望 或並不清楚整個都更程序 的住戶 他可以很清楚了解相關的數據 同時他也很信任 政府已經及早的進場 也會提高原本觀望住戶 他加入公辦都更的意願 這個計劃有三個亮點 首先也是回應市長的政策 降能檻 我們降低受理的意願到75% 提早進行規劃更新 第二擴量能 市府跟住戶中心聯手之外 我們更加入民間技術團隊 一起進場合作 加強協助的力道 擴大服務的量能 那再來我們都知道 推動都更共識是非常關鍵的事情 這樣的共識必須奠記在 資訊透明的基礎之上 市府在這個計劃裡面 我們會協助試算 協助選屋 讓居民能夠了解自身的權益之後 再表達更新的意願 7599計劃有四個申請條件 來向各位做報告 首先第一個 按照都更條例的規定 公辦都更必須位於公化更新地區 所以我們7599的基地 必須位於公化更新地區的範圍內 第二個 考量基地開發的最式規模 所以我們的面積 必須達2000平方公尺以上 第三 我們為了協助台北市更多的老屋 來進行更新 調降了公辦都更的門檻 私有土地 及私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權人數 或者是合法建物的戶數 意願達75% 那最後這個計劃 我們優先來協助沒有跟潛在實施者簽訂 同意書或協議書的地區 後續的實施方式 我們會由台北住都中心進場 擔任實施者 以權力變換的方式辦理 那後續我們會對外 徵求出資人進場協助 7599專案計畫 只要達到都更法條規定的申請條件 歡迎民眾在8月31號前 儘速申請 誰可以來申請公辦都更 首先是位於都市更新地區 面積達2000平方公尺以上 那麼社區的意願呢 整合達到75% 沒有跟潛在的實施者簽訂契約書 或是同意書或是協議書就可以來申請 在市長上任之後 便指示我們如何來加速協助 我們公辦都更的這個進行 所以我們把第一階段的意願 降低到75% 只要達到75% 我們必進就可以進到第二階段 好第二階段是方式算 在這個階段裡面呢 我們的專業的團隊就會 嚴重來進行方案的評估 包括整個進出物的規劃 進出物能夠蓋多高 住戶能夠分得多少的樓梯板面積 這些都會讓住戶來先知道 那在第二階段的意願調查 如果達到90%以上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入到第三階段 這個時候我們的住戶中心 就會直接進駐 包括模擬更新後的房型跟權力價值 讓民眾來選屋 那麼民眾可以針對自己喜歡的房型 還有區位位置 以及我選屋之後 我需要進行的找補的金額 有一個全盤的概念 7599由台北市政府 以及住都中心 還有我們委託的民間專業者 共同來推進都市更新 那麼都市更新台北隊 我們準備好了 如果民眾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免費申請15人的 法令諮詢說明會 那麼我們的諮詢電話是27815696 分機7599 分機7599 請聯絡我 講完說北市有近八成的建物 是屋林超過30年的老屋 更新腳步刻不容換 希望透過政策升級 結合市府團隊 北市住都中心 及民間專業團隊 加速北市都市更新腳步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以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 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 睽違近三年海軍敦目遠航訓練支隊再度來到基隆港 這一次納編了磐石軍艦、成德軍艦及班超軍艦等三艘艦艇 這兩天在基隆港開放參觀 第一天就吸引了豹滿的民眾 穿著海軍制服的可愛小小禮兵 在磐石軍艦以及海軍陸戰隊儀隊和官士兵面前操槍 向海軍致敦相當吸睛 我今天是海軍的活動 所以我穿海軍 他從小就非常崇拜三軍儀隊 然後今天剛好知道就是敦目支隊會在基隆港這邊停泡 所以我們特別就是帶他穿海軍儀隊的衣服來參觀 受到疫情影響 睽違近三年海軍112年 敦目遠航訓練支隊 那邊油彈補給艦、磐石軍艦 康定級飛彈巡防艦、成德軍艦 以及成功級飛彈巡防艦、班超軍艦等三艘艦艇 3月19以及20號兩天 再到基隆港開放參觀 第一天就吸引豹滿的民眾排隊參觀 每年多目支隊的主要任務是以海上航行實務 印證軍事院校應屆畢業生 四年所學理論 培養未來海軍幹部的軍事素養 並利用訪問邦交國家來宣揚國威及宣位僑胞 此外 長時間的海上航程驗證艦隊的遠洋作戰能力 包括基隆市長謝國良、立委、蔡世映、邱成遠 以及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和基隆市議員們、清安宮主委童勇 和基隆港務分公司等貴賓都受邀觀禮 並且對海軍士官兵們致敬 更希望國人一起支持國軍 今年海軍共那邊三艘新一代的兵力 分別是磐石艦、班超艦、成德艦 共同組成112年頓目遠航訓練支隊 尋回國內各大港口 國防安全需要國人關懷與支持 海軍官兵始終秉持中役軍風 不分昼夜寒暑 執行海江群役護娛 救難以及外島補給等海防安全之任務 近年更致力於新一代兵力整艦 及武器裝備現代化的目標 大幅提升海軍至海作戰能力 有效屏障台海安全 我們可以看得到外面人山人海的觀眾 民眾們對於我們這一次的 都睦掩揚支隊的三艘軍艦的開放 登艦參觀充滿了許多的期待 這也代表著國人對我們海軍的支持 那最近這幾年 蔡總統之下我們推動了很多 國軍的軍事事務革新 那我相信對於民眾來講 這是對於台灣國防戰力提升 一個安全保障的信任 來感謝這些所有在前線為我們 努力保家衛國的海軍弟兄之外 也要讓我們的所有的全體國民 瞭解我們這次所有軍備 還有我們近期在推動全民國防的相關成果 要一個最完善的狀態來呈現給國人 這次的敦目艦隊巡迴 不只停辦三年後的首次巡迴 對基隆來說更是四港再生的重要里程碑 軍港西前的工程已經接近收尾 艦隊也首次停靠東岸碼頭的慣例 改為西岸碼頭 未來基隆港的軍用港區 將不再分隔兩地 軍事上 商業上 在港區的使用都更有效率 作為民意代表 一定要做國軍的後盾 支持國防產業的發展 也帶頭捍衛國家主權 軍民一心才能創造民主和平繁榮的尊嚴台灣 市長謝國良和議長同志偉也分別製贈加菜金給敦目遠航訓練支隊 為官士兵們加油打氣 不少民眾看到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也希望合影留念 市長也展現親和力來者不拒 而在海軍人員引導下 議長議員和立委等人也到軍艦上面參觀 瞭解海軍現役武器裝備 國家先進科技 以及台灣精品 國防自主 人文藝術和觀光發展等成果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聖火傳遞 3月18號抵達到最後一站基隆 市長謝國良誠摯祝福並強調 許多原住民的孩子非常會打棒球 他也將推動成立基隆市明星少棒隊 為基隆市來爭光 今年由台北市主辦每兩年舉辦一次的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聖火傳遞 3月18日抵達最後一站基隆市 由基隆市政府教育處長劉美蘭 原住民議員陳明健 以及體育會理事長鄭景周等人 率領南農國中體育班學生迎接聖火 並且為基隆市代表隊加油爭取佳績 目標在超越上一屆基隆市拿下 三金四銀兩銅的好成績 這些呢我們的各項的項目裡面 12項裡面其實我們非常多項都有奪金的可能 也期待我們的選手能夠發揮我們的潛能 然後呢為我們基隆市獲得最大的一個 那個好的成績 一起來加油 當然我也是希望我們基隆市都能夠 勇奪第一啦 全力圓夢 一起完成我們 我們所有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的 兩年一度的一個盛事 一起加油加油 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也先到現場致意 並且強調市政府非常關心原住民的各項事務 而許多原住民孩子在棒球方面都打得非常好 他將推動成立基隆市明星少棒隊為基隆市爭光 這個傳遞聖我覺得很有意義 那我們基隆對於原住民的各項事務跟活動 我們都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也一直很想打造一個明星的少棒隊 這一直是小愛爸爸的政見之一 那因為很多原住民孩子都打得非常好 所以未來我們也期待有很多優秀的原住民孩子 能夠加入我們這個明星少棒隊的一個計畫 這一直是我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會陸續的來一樣一樣的來推動 基隆市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代表隊 這次總共有366人 將參加包括傳統拔河田徑等項目 比賽時間從3月24號到27號在台北市舉行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道 同時觀光淡季為了吸引旅客的目光 和平島與正兵渝港的6家人氣店家 攜手推出了舌尖湯烏套票 歡迎旅客用舌尖來感受基隆各種湯的魅力 冬天許多民眾愛泡湯 基隆和平島與正兵渝港的6家人氣店家 攜手首創推出舌尖湯烏套票 歡迎民眾用舌尖來感受基隆各種湯的魅力 當我們一直跟外面去講說 歡迎來基隆泡湯這件事 大家一定是滿臉的問號 基隆到底有什麼湯可以泡 其實基隆是相對比較辛苦的 但是我們創造一個是讓你舌尖上 味蕾泡在我們的一個湯屋裡面 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有萬柱號 它很有名就是咖啡的名店 它就是這一次的一個品項 它就是發起就是像日本去泡湯的時候 都會在泡湯之後喝一杯冰涼的一個牛奶 它做一個體驗的設計 它設計出來一個咖啡湯 像我們的海那邊 它就是融合了昭和時期的一個飲食文化 創造出來一個火燒的茶泡飯 這也是融入了在地的海鮮 像我們的圖門咖啡 它很有名的一個招牌 就是它的咖喱飯 所以它就這次設計了一個 舌尖上的湯物的咖喱湯 去融合了發棍 我們的島上就會有一個叫島上有冰 它就做一個軟湯 它就是用一個火燒的薑汁 的一個像地瓜的一個比較休閒 讓你可以品嘗到一個 心裡軟軟的軟乎乎的一個軟湯 像我們和平島地質公園 我們就提供一個叫島湯 我們是致敬永續魚湯的馬賽魚湯 我們跟了基隆第一位的生態廚師 合作了一個屬於我們和平島上的一個 專屬的一個限定的湯品 融合了永續海鮮的一些概念 吃當地吃當季 你可以吃得到我們的吉菇辣 吃到我們基隆特有的蛋捲之類的 譬如是鹽之蝦去融入的一個湯品 像我們鄭兵運港這邊還有一個就是公寓 這邊它有做一個啤酒湯 待會我們老闆也會詳細的跟大家說明 很高興這一次可以參與這個和平島 跟鄭兵的六個民店的聯合行銷 當初聽到這個蛇尖湯屋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聯想到就是我們自家的 精釀啤酒這個產品可以怎麼來搭配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推出了泡啤酒湯 然後泡完啤酒湯再來喝啤酒湯的一個體驗活動 那這個啤酒湯其實在歐洲 其實是非常盛行的一個體驗活動 那我們在台灣應該算是第一個業者 推出這個啤酒湯的一種體驗 如果在網路上去搜尋的話 其實在捷克還有冰島 他們都有這個業者在推這樣的服務 那這個服務其實為什麼要推廣 就是因為第一個啤酒本身 它就是一個很營養的液體 所以我們叫液體麵包 那泡完啤酒湯之後呢 你整個人就會開始覺得很舒服 然後再到我們其他前面的那個休憩空間 來品嘗一下在地的食物跟啤酒的一個搭配 所以我們等於是把這件事創造出來 希望未來大家用這種美食的味蕾的概念 讓大家覺得說其實基隆也可以有泡湯的概念 所以我們才這次是第一次首次 河濱島正兵的六大民店一起聯合起來 這次各個店家發揮專長 用心規劃這次的在地觀光行銷 民眾只要上網搜尋舌尖湯 就可以獲得套票的詳細資訊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 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